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mini talk 今天Feed一世来讲的 运动的核心力量 先介绍自己 我是Joyce 也是Empower推广新心灵的 非毛利组织的创办人之一 也是Wsquare创富平台的创办人之一 也是Health Coach 一个认证的健康教练 同时也是团体运动的教练 不知道今天一听到这个题目 核心的力量 大家会想起什么呢? 我相信未必是想起右边的核 稍后会再讲解 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起 是否绿旧的腹肌 马甲线、人鱼线 令到我们的身形非常漂亮 是不是这一块腹肌 就是核心肌群呢?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 人们在健身或做运动时 都不停地说要练腹肌 究竟是否呢? 问得大家肯定不是的 腹肌只是其中核心肌群的一个环节 当然了 为什么核心肌群这么重要? 说明核心肌群肯定是很重要的 但与大家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核心肌群的核心肌群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整个脊椎 也令到整个区局有一个稳定性 稳定性的意思是 大家不会过分地把脊椎扭得太重要 扭得太重要会怎样呢? 就会令到大家开始有腰背痛的这些问题 甚至追肩盘突出等等 因为受压过度 维持我们正确的姿势 如果不够力 身体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例如骨盘可能一高一低 导致脱腿这些都会有关系的 稍后会再说多一点 令到我们整个人平衡 平衡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年纪越大 是不是最怕就是什么? 跌倒 如果维持平衡 对我们年纪一直大的时候 那也是很关键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我们的核心肌群一定要锻炼得足够 提升我们整个的运动能力 那你说我都不是很做运动的 但其实我想说运动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每时每刻都在做运动的 我们走路已经是运动 即是运动就已经是运动的一种 在讲义上 令到我们减低受伤的机会 就是刚才这么说 如果我们走路 我们坐在那里 甚至乎站在那里 这些动作都是用到核心肌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走路走得很久的时候 在那里走山或者逛街购买 你会发现很累 腰酸背痛 可以做一个测试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一起 或者跟家人一起 一起逛街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 谁先腰背痛的话 那人应该是核心肌群 比较没力了 坐太久都会腰酸背痛 因为当我们坐也好 站也好 其实我们的核心肌群 肌群都是用力去支撑我们整个身体 当我们的支撑力不够很累的时候 那你就腰酸背痛 走路当然 推门 推动门 或者拉开门 尤其是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有商场 那些门很重的 很难拉 甚至有些朋友如果本身已经有腰背痛 他可能做这些推拉的动作 都会令到他腹发 又会痛 因为这些都是什么 你一扭的时候 其实你的核心肌群 都是需要用到的 那当然了 好像你拼一些东西出去 可能扔垃圾 整个动作做一些扭转的身体 又或者向地上收拾一些东西 或者背起你的孙子 抱起你的孙子 其实这些动作都是跟核心肌群有关 那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核心肌群不够力 将会做什么呢 开始会慢慢寒背 会圆肩寒背 甚至乎我们整天是否说 我们的女士很容易是骨盘前傾 即是突出肚腩 我试过有些朋友 她的脂肪率明明很低 为什么女士可能只有21-22的脂肪率 其实不应该有肚腩 但如果你发现 如果我的脂肪率都是21-22的比较低 或者23-4都有肚腩的时候 那你有机会是什么呢 你的骨盘前傾 即是说你有机会是什么 你的核心肌群不够力 拉住它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或者刚才说的腰背痛 原来这些所有东西都跟核心肌群很有关 大家听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 咦?我应该都要锻炼一下 而核心肌群就像刚才那棵树 如果我们一棵树的话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缸 整个的劲 如果核心肌群 它是非常粗壮的话 它会不会热断呢? 如果接下来是否会打风呢? 如果打风是否也不会这么容易吹坏呢? 因为核心肌群非常强大 或者非常稳妥 所以我们的比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身躯究竟有多稳妥呢? 而核心肌群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维持我们整个身体的稳定度 稳定是很重要的 在哪里呢? 其实不同的书籍或者不同的人 其实有少少说的东西有点出入的 不过不外乎就是我们身体中间的这一组的肌肉群 就是什么?很多的 是很多群组的 而最主要就是贴着我们脊椎的一些深层肌肉 大家摸不到的 未必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带着它时时刻刻刻刻刺直你的腰椎 让你可以站在那里坐在那里 如果不够力的时候 其实就是撇的了 就像我们右上角的两幅图那样 它就是好像整个圆柱体包住了我们中间的这些位置 你说左手边又说大核心肌群 小核心肌群 可能看完都看不明白了 那就算了 但是可以看我们右下角那两张图 左边我们经常说 是不是想念六个腹肌也好 人如是马甲线 这些肌群 你可以叫它做浅层一点的核心肌群 大家看得到摸得到的某一些 而里面深层一点的就是右边 你会看到再进一些近我们脊骨的肌群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叫它做什么呢 可以叫它做第一核心 就是最接近我们腰椎的肌群 比喻就是 大家有没有见过吊车 就像这些铲泥车 它的底座是否一定要够重 如果它那个吊臂很强劲的话 它刮泥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它的底座不够强劲 是不是铲铲也会反车 最近香港有几个意外 最近东涌有一个吊臂反了 或者之前的升降台在九龙城那边又是反了 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驱降不够稳定 不够稳健的话 其实很容易连根拔弃 就是如果你的四肢 有些朋友做健身 可能练过四肢 我的大腿 我的二头肌 我的三头肌 练得非常之厉害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我们的核心的话 亦都不见得可以做到很好的动作 因为这一件事 比如如果大家有打拳 或者我最近打太极的时候 如果你的驱降不够力 其实我想说是化不了力的 大家想象一下 你跳高之后踢一脚 或者你跳高之后冲一拳出去 那你觉得那个拳有没有力 是不会够力的 因为我们的驱降根本不够稳健 好了 所以有些朋友为什么说 做运动或者做健身的时候 很容易受伤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核心力量不足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的核心肌肉 可以锻炼好的时候 亦都会令到我们整个动作做得好 就会避免受伤 同时都会提升整个运动表现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运动员 一定会练我们一些不同的肌肉锻炼 尤其是核心 因为整个运动表现会提升很多 好了 有些朋友说 心中不能乱做的 因为做伤了 可能会伤到腰 可能会伤到你的膝盖 那因为是什么 可能你训练量过大 令到身体负荷不了 就借了其他肌肉的力 又或者是本身下背的肌群 我们的核心肌肉的肌肉 不够力的时候 也会令到我们有受伤 最后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手手脚很强健 但我们的区块是否中间 我们用来做连接的 如果这个连接的东西 你不能稳定的时候 做了很多肌肉的代償 都会令到我们下背痛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 我们做任何的训练 我们都不能够忽视我们的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就像这个图 那样落色的位置 但我们第二核心是什么呢 宽关节 我们只是个核心强无用的 如果我没有脚去走 但是脚的下肢 跟我们的身躯连接的关节 就是宽关节 宽关节是否跟我们的脚 好像平时的桌子要入筍的话 或者要黏住的话 是否要放在位置 放得对 它才可以稳健 或者才能发挥到功效 如果不是放不正确 咳咳咳咳咳咳 也会做到很多磨损 宽关节是第二个核心 三个核心是什么呢 当然是手 还有下肢 我们上半身连接着的 就是我们的肩关节 还有肩的肌肉裙 这些我们都要令到它连接得好 令到肌肉正常的运作 我们才可以令到我们所有的动作协调得到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说中庸之道 又或者我们经常说 整个协调的能力做不做得好 我们要三个核心 都可以真的很协调地做事 我们才可以做好我们所有的运动的基础 包括就是什么呢 你要走路 你要跑步 你要跳的 你要摔米的 你要抱起一些东西的 要在地上蹲下之后收拾一些东西的 其实所有都是这三个核心 是一个很关键 也都等他们三样东西都可以很协调的时候 我们才会做得好 尤其是我们说的运动 我们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 譬如有些朋友 跑步的时候 你看着在公园有些人跑步 其实你的身軀就会不停左右摇摆 其实稳定性就不够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不是跑步教练 跑步教练要找其他教练专业 当然让我们可以移动 所以我们如果所有的训练 鼓励大家都是先做什么呢 由我们的核心肌群开始锻炼 然后再慢慢扩展到表层 或者是我们的四肢 四肢都要连的 不过主要是先做好我们的整个拘抗 因为我们身体的核心是什么 拘抗 再加我们的宽关节 再加我们的肩关节 我们应该练什么动作 这里有四个不同的招式 或者是最左边的桂枝平衡 或者我们叫鸟九式 然后是Planck第二式 大家都比较熟悉 平板支撑 第三式是质平板 如果初学的朋友 你就可以失跪 而第四式是桥式 这里我不一一和大家说 究竟怎样做得好 网上是很多资源的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说 究竟你做不做得正确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说 就是不够时间 但是正不正确 有时候你就这样看YouTube 未必真的很好 我以前未去学习运动教练 我都有个迷思 就是觉得网上那么多资料的话 我不如自己看 我都懂 未必一定要有个教练去教我 或者单对单 或者团体教练都是一样的 但我发现当自己学了之后 真的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你就算家里有镜柜 可能有时候就是欠个小小东西 而教练就是什么呢 看到你的小小东西 纠正一点 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说我都真的想看自己的姿势正不正确 或者你已经学了很多东西 都可以来一起玩这个健体真机工作坊 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半 240元四货 可以有两个月之内 两个月之内都可以上四堂 又或者80元单堂 自己带瑜伽一只 我们会和大家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肌肉的锻炼 当然了 除了核心 我们也会有手脚这些活动 令到大家真的 不同的朋友可能进来 你说我没有做运动的 有些朋友就说我已经是做运动的了 那么水平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会因应大家的体能 然后去调配一些动作给大家的 欢迎大家来玩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好想来 不过星期五就真的不行 还没上班 那我们接着 趁着假期10月2号 先买广告 因为有些朋友说要预备一下假期活动 那公众假期就是11 那早上11点至12点半 我们都会有一个减压伸展工作坊 那就和大家拉筋 由头拉到脚 那大家学了回家又可以拉 那当然了 尤其10月好像23号 重阳那天 我们就会和大家做HIIIT 所以可以抹下时间 那当然如果你说 我除了想增进我们核心肌群 我都想增加肌肉 有些朋友想减重 那都可以来我们迁体疾工作坊 那为什么在这里说呢 除了迁体疾工作坊 其实她真的可以做到增肌的功效 我们刚刚对上一期的HP 有两位女士来减重 不是减重 而是来增肌 因为她连脂肪也不够 来增肌的时候 一个月都可以增到一公斤 所以其实功效非常好 所以真的增加肌肉 预防肌小症 走又会走得有力 那当然有减重的人 你一定会减重 同时你说糖尿 血压 血脂这些问题 都真的挺可以跟你说 迎刃而解 那未来我们会9月23号 就会开放 今次是星期六的早上 11点到1点 那未来都会有简介会的 简介会就可以问我们 拿回连结 去免费收听 听一下究竟 是否真的是你一杯茶 或者是你想试一下的一个方法 或者究竟是为什么 又可以减肥又可以增肌 又可以改善健康 而最后一个活动推介 就是我们逢星期一 晚上8点半至9点半 都有营养读书会 今次营养读书会非常贴地 就是贴地的意思是 很生活化 我们会分两个部分 头那半个小时就会有一些主题式 接下来这星期一就会谈胃炎 就是接下来这两个星期 都会谈胃 很多朋友可能有胃气 或者是胃炎 胃溃扬等等 如何透过营养可以调理到 真的慢慢逐步康复 甚至乎免灾方法 我们也有很多这些案例 而下半个小时就会和大家分享这本书 《植物营养素的力量》 亦都在里面找回一些 和胃相关的食材 和大家分享 上两次讲生血管 所以讲番茄 讲大豆 我们今次就看看和大家分享 有什么食物 然后有什么食谱给大家 欢迎问我们取回一个连结 最后如果未赞我们Facebook Youtube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 赞好 今天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再和大家在实体班 无论是真机的班 或者是拉金班 或者是HP班 见到大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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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